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有一个女婿到丈母娘家去吃饭 一家人有说有笑 气氛非常的融洽 突然女婿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 响了一下 收到了一条短讯 妻子问 是谁啊 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叫小贝 立刻放下了碗筷 登登登登跑过去 说我去看看 于是大家都鼓励她的女儿 小贝去念一下 看看你认不认得这些字 小贝拿着父亲的手机 看了一会儿磕磕巴巴的念叨 亲爱的 这三个字就像定声法一样 一下子把房间所有的人全部定住了 岳父岳母的笑容消失了 他们的筷子停在了半空当中 表情严肃的看着她女儿小贝 等着她念下文 这个时候就看见她的妻子狠狠地用眼睛瞪着她的老公 女婿心里一正发虚啊 一刹那 她脑子马上散出了所有很有可能发这条短讯的人 有可能是单位的小卢 她早就看出来她对她有意思 还有可能是前女友 因为前段时间她在马路上上街的时候碰到她 她的前女友还是用那种忧怨的眼神看着她 当然也有可能是她那些单位里的死党的恶作剧 但不管是谁 这个短讯在这个时候的出现是多么的不合适 刚才其乐融融的气氛一下子变了紧张起来 女婿站起来说 小贝 把手机给我 他妻子把筷子往桌子上重重的移放 说 不行 小贝 继续念 女婿的心 碰通碰通碰通的跳 小贝不急不慢的语调 快把人急死了 亲爱的 快念呀 亲爱的 他轻轻嗓子又喘了一口气 咽了一口吐沫 念答 亲爱的移动用户 你的余额不足 顿时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 岳父笑呵呵地说 来来来来吃饭吃饭 大家吃饭 吃饭 中文字母 gedacht 答案